美聯儲是完成了年內的第三次加息 也是2015年12月開始 本輪加息週期後第八次上調利率 那麼這一次議席會議有何亮點 美國後續加息節奏會如何 相關問題我們現在馬上來連線 香港知名財經評論員曾元昌博士 曾博士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對比一下8月的會議聲明的內容 這一次會議上是刪除了 貨幣政策立場仍然寬鬆 從而支持強勁勞動力市場環境 以及通脹持續回歸2%的這些措辭 那是不是就傳遞出 美聯儲加息已經接近尾聲的一個信號呢 也不一定 為了它這個措辭 基本上只是說明目前的這個情況 目前的情況就是已經不再是寬鬆 那不再是寬鬆不代表是幾 只是不是寬鬆 那不是寬鬆也就是說是一個正常化 那正常化呢 揭露下來是不是還要加息 那就要看看這個美國的經濟 是不是仍然的這個向上的這個擴充 如果擴充的依然這個速度快 而且通脹比較高 它還會再加息來壓抑這個通脹 那目前只是一個中性 一個正常的一個利率 那本次的美聯儲首次公佈了 2021年美國經濟與利率預期 經濟增速預測呈現一個 逐步回落的態勢了 那是否會減稅和擴大開支 邊際效應遞增 那麼最終美國是否會面臨一個 財政的問題呢 正確 今年的這個美國經濟呢 這個發展得很好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減稅 那減稅使到這個企業 這個再投資的這個金錢 大量的增加 減稅使到個人的開支也增加 那減稅也使到企業的利率 那這個大幅度的這個增加 那使到股市的創新高 所以這個減稅的這個效應 在今年顯示出來 但是減稅呢 減了之後 那明年的稅跟今年的稅是一樣 那今年的稅跟去年比呢 就大幅度下降 但是明年跟今年一樣 所以這個邊際效應呢 很肯定明年呢 就會逐漸的放晚 所以到了2021年 那這個減稅的效應 應該就沒有了 另外我們看到這一次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態說 是新興市場國家危機可控 但是在事實上 我們看到之前已經有很多個 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 已經是處於一個崩潰的邊緣了 所以您覺得這種壓力是可控的嗎 這確是可控 因為事實上我也不認為這個很多這個新興市場 這個貨幣到了崩潰的這個邊緣 這個我認為是傳媒有一點誇張 為所謂的很多個 事實上算來算去都沒有幾個 這個美聯儲 那這些土耳其 土耳其基本上已經控制住了 土耳其之前是因為太低的這個利率 那太低的利率造成很多人這個 做這個carry trade嘛 就是他這個賣土耳其貨幣換美元來賺錢嘛 那現在土耳其貨幣這個利率提高 這個貨幣貶值的事情就解決了 那委內稅呢是自己一個內政的這個問題嘛 而且委內稅呢跟全世界都沒什麼關係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聯儲基認為 這個新興市場這個貨幣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可控 那其他亞洲其他地方全部都沒什麼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只不過是這個有一段時期 這個市場的這個炒作 把這個問題誇張了 是叫恐慌嘛 嗯 您說的其實特別的精闢 那我們再看回香港吧 今早香港儘管就要宣佈 要跟隨美聯儲加息了 並且全球多個央行 也都準備加入這個加息的陣營 那在您看來全球的手錦 是否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 美國帶頭加息 而且已經加了8次了 那從2015年年底就開始加到現在 那慢慢的加慢慢的加 那一年加3次這樣子的加法 那現在加了8次 那其他國家基本上呢 那還處於觀望 但是現在美元的利率已經相當的高 美元利率這個聯邦利率已經 到了2到2.25的這個水平 那其他世界上其他國家如果再一次 維持超低的這個利率 那很可能這個自己的貨幣會貶值 所以有些國家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貨幣貶值 所以它也會考慮到這個加息 跟著美國一起加息 那麼在這一次美聯儲加息之後 美元的表現為震盪 就出現了一個先升後跌的一個態勢 那為什麼加息已經不能明顯地推升美元 您如何看待美元之後的一個走勢呢 基本上是每年的這個升幅 這個跟這個加息呢 基本上是早已管理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昨天這個美國的這個加息 是市場早已意料之中的 市場早已認為昨天的加息的機會是100% 既然是100%美元的這個強勢 在過去幾個月已經顯現出來嘛 那現在就市場有一句話 叫趁好加息做貨嘛 所以那些這個持美元這個長倉的這個人呢 那就會趁這個美元加息的好機會 那就平倉嘛 所以就造成這個最後的往下跌嘛 你看美國的這個股市也很有趣的嘛 你宣布加息之後不然往下跌嘛 那往下跌呢 擺多一點這個到此 那後來我覺得也不知道最後跌回來 那最後就跌一點點 也就是說這次加息基本上對整個市場 沒有任何影響 因為這次的加息 是市場早已意料之中的事 而且所有應該管理的已經管理出來 好的 非常感謝財源倉博士這一時段 給我們的詳盡分析 謝謝 謝謝